Hello,大家好,刚刚看到国民党的党编,具体哪个编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字,党团总招林维州今天上午讲话了 林维州说,我们的一中原则就是讲中华民国,如果对岸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那两岸也就不用交流了,大家就变敌国了 他这番讲话就是针对19号昨天在斐济中方和台方的外交人员互殴这件事情,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随后他这个看法被国民党官方认定为仅代表他个人发言 我个人觉得国民党你就不要再打马后眼了,好不好 你就不要玩变脸了 林维州目前在你们国民党党内的地位是仅次于江启臣的 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尤其是发表关于国民党和两岸政策关系方面的言论 他不可能仅代表个人意见 知道吧,你们的所谓的他仅代表个人意见这种无耻的言论可以闭嘴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林维州具体是怎么说的 林维州说,一中原则我们讲的是中华民国 如果对岸完全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 说中华民国没有外交人员,那就两岸断绝就好了 有什么好讲的,如果这个都不承认 那两岸就不用交流了,大家都变敌国了 林维州说,那台湾就会寻求更多外援来支持台湾 他呼吁,两岸要和谐,维持稳定,要靠大家彼此 台湾这边就是希望要求他们承认 我们一中有中华民国的诉求跟主张 同时他谴责中共在我们的国庆酒会,我们租的场地闹市 毕竟是我们的场地,你来了却有不礼貌的行为 动手就是不对 哪有可能在我们租的场地,我们办的酒会,我们自己闹场 这不可能啊,这关系到国家的面子 我们一定是想让他欢欣鼓舞,喜气洋洋 对岸人员来这里闹市 当然要严厉谴责 同时呢,这个林维州啊,也批评台湾外交部 对此事态度软弱 虽然有听说外交部有难言之隐 因为斐济没有邦交,似乎想要稀释宁人 但国家重要庆典,被人这样闹场 设计尊严问题,却是由外媒来揭发此事 外交部应该可以透过其他方法去反应吗 OK,这个就是林维州啊,针对斐济这次事件 作为一个国民党党编,这么一个身份 对外发表的这个意见 我觉得林维州啊,他因为之前 他做了好多年的这个民进党党员 对吧,在民进党混不下去了 后来呢,就反水到了国民党 我觉得林维州的这种民进党的这种思维 还是没有跳脱出来啊 他到国民党的这个具体什么目的 咱就不知道了啊 是国民党挖他 还是说他主动投诚 还是说这个无间道 对吧,这个具体的内部 咱就不好说了 但是呢,我之前我也做过一期 关于林维州的啊 我觉得林维州在国民党内的 种种的这个做法和说法 我特别特别像是这个民进党派到国民党的这么一个卧底 啊,目的就是要把国民党彻底搞垮 啊,你看今天林维州说这个话 对吧 呃,那现在就跟中国成为敌国 啊,双方就断绝关系 是吧,双方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这个我觉得 你放到之前,这不就是民进党化吗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民进党上台之后啊 民进党反倒在两岸问题上 他变成了什么 他变成了刹车皮了 啊,这个林维州自从当了这个国民党党边之后啊 他率领了国民党这个,这个一个破的火车头 一路狂奔啊,我们叫末路狂奔 在两岸问题上 世事他冲在前面 对吧 世事他冲在前面 他呢,就是这个在两岸问题上 就是越来越极端化 国民党啊 在林维州的这个党边的教导下 越来越极端化啊 这个民进党反倒成了两岸的刹车皮 所以你发现没有 这两个党你发现没有 谁在台上 谁是刹车皮啊 谁在野 谁是那个踩油门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下面的一个乱象 或者说虚伪性 说白了就是互相骗啊 或者说黑白脸 也可以 对吧 你在台上 这个你踩刹车 是吧 我往前冲 我在台上呢 你配合一下 是吧 我踩刹车 你往前冲 最后的目的就是呢 双方去瓜分两岸的红利 对不对 在新冠疫情这个期间 前三个季度 台湾对大陆的这个出口又创新高了 啊 又创新高了 林维州啊 所以你今天说的这一番话啊 就说要跟这个两岸断绝关系 是吧 视中国为敌国 这个论点呢 我个人啊 我作为一个大陆普通老百姓 我个人非常支持 非常支持 呃 另外你也说到这个台湾要寻求更多的外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吧 除了美国 对吧 打着要援助你们的旗号 实则是想赚你们军火钱 除了美国 谁还能跳出来 是吧 明目张胆的说 我要跟台湾这个高好关系 对吧 我不惜为为了台湾跟中国大陆是吧 闹掰了 我觉得中 我觉得这个全世界啊 其实美国他内心也不是要跟你们真正的高好关系啊 也说白了 也是把你们当做一个幌子 然后呢 这个当做一个像你们说的当做一个棋子找大陆要价啊 除了美国有这个实力之外 其他国家都靠边站啊 其他国家都靠边站 他跟中国大陆关系好不好 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敢提台湾这个茬 他提到台湾这个茬算是捅了北京的废馆子了啊 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所以为什么这次斐济针对这次中台啊 这个人员互殴这个事件 他为什么低调处理 我觉得斐济呢 就是不想把这个事闹大啊 不想把这个事闹大 但是既然现在呢 只包不住火 对吧 不管是这个消息是哪一方透露出来的 总之呢 这个消息呢 公之于众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林维州啊 代表国民党 为了凸显自己的台湾价值啊 本土意识 对外发表了这个比民进党强硬的多的这个言论啊 视中国为敌国的这个言论 我觉得值得鼓励啊 值得鼓励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林维州啊 你不要是图这个口舌之快 懂了吧 你们国民党党内有哪些人目前还跟中国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 无论是在这边有生意的啊 在这边有关系的 或者说是为了将来统一之后能在台湾谋得这个是吧 呃这个 一个职位的啊 一个位置的这帮人呢 我觉得你们先内部啊 先梳理一下 不要那么急于把中国定性 如果说中国一旦成为你们敌国 你们国民党党内的各个大佬 对吧 各个有头有脸的啊 这些人跟中国大陆呢 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旦成为敌国 那你国民党党内的这些人啊 党员们 有资敌的这个嫌疑啊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对不对 对我们都是互相都视为敌国了 这个时候你还能来往吗 你肯定不能来往啊 是吧 你更别提做生意了 呃 另外呢 你说断绝两岸的关系啊 完全断绝 我觉得我也个人非常赞同 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 我也不同意每年是吧 向台湾输出差不多将近100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 让你们拿着这些钱啊 都去买了美国武器了 啊 说白了就是这个钱呢 最后呢 也没有落到这个台湾老百姓的腰包啊 最后全部都留到美国那边去了 说白了 那我直接 那我直接找美国买东西不好吗 我干嘛导 经过你捣一手呢 啊 还要通过你作为一个中介公司 还要八层皮 我何必呢 对不对 我的几百亿美金 我买美国农产品不行吗 我买美国什么东西不行 是不是 那美国的顺 那个他所谓的 美国所谓的贸易逆差 不就可以缩小了吗 我干嘛要通过你呢 你捣一手 没必要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呃 林维州啊 你一定要加强你们这个 党内的共识 大家一定要这个站在同一个阵线 包括呢 你一定要敦促执政党民进党 然后你们你的钱的老东家 大家呢 就是同仇敌忾啊 一定要把中共呢 这个定到吃入柱上 就像你说的啊 敌国 断绝关系 不要总是图一时口快 我还是那意思 啊 像个男人 像个男人 你毕竟是这个民进党国民党都呆过的人啊 这个脚踩两只船 你是有一定经验的 知道没有 这个具体的 这个你们国民党党内啊 很多也是脚踩两只船啊 踩着国民党也踩着共产党啊 两边都要讨好处 两边都要赚红利 这种人呢 就是特别不要脸 我希望林维州啊 你把这些人揪出来 到底哪一些国民党的啊 资敌 通匪 把他揪出来 啊 把他揪出来 呃 蛮好的啊 但是但是民进党呢 我发现呢 最近这个执政之后啊 对两岸政策啊 这个明显的 语气缓和了啊 怂了 没有国民党这么有gas 是吧 台湾人 台湾人讲讲gas 有点这个蔫的啊 不要被这个林维州带领的国民党 这个把这个气势啊 夺过去啊 你们要跟他一样 对吧 对方说中国是敌国啊 你们就说这个中国是流氓 中国是混蛋啊 不行的话 就是再想想看 有没有其他的词语 啊 能够压得住国民党的 民主政治吗 对不对 大家不是互相就是比着谁强硬吗 这样的话才能拉拢这些民粹的票吗 你不就这点事吗 说白了 说穿了就这点事 对不对 说穿了不就是大内宣吗 啊 不就是大内宣吗 想迎娶这个选民的这个好感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啊 中国现在呢 已经成为全世界啊 很多所谓的主流的民主国家的竞选的工具 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啊 啊 没问题 我们受得起 我们有14亿人 我们扛打 我们扛链 放马过来啊 我们这个唯一的一个小小的啊 卑微的要求就是你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我们判了好几十年了 知道吧 普通老百姓 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都判了好几十年了 我们也受够了台湾这帮人一天到晚这个骗来骗去骗来骗去 你像个老爷们林维州啊 你就赶快代表正儿八经的代表国民党代表你们那个江主席出来 视中共啊 或者说视中国为敌国 呃 中国不是敌国也不是你们有国 懂了吧 你不要把民进党那套两国论啊 这个一不小心就带进来了啊 你的骨子里就是个台独 你不要再伪装了 知道没有 林维州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